这是我们美丽的家乡苗栗 客家化叫苗栗 风景优美 生态资源丰富 聪明鸟叫声不绝于耳 是个最适合居住的幸福山城 小花曼泽兰课语叫做山水雄听起来很浪漫 但是这菊科曼藤植物 却对我们的自然生态造成了严重的迫害 因此被称为绿癌生态入侵者绿色浮瘦螺 小花曼泽兰对你的菜有什么影响 影响人大 它会把我们菜里弄死掉 连菜园里面都有 在森林有什么影响 森林也有啊 那个树给它爬上去就会死掉 有绿癌之称的小花曼泽兰 是从中南美洲来的外来种 在国外有一分钟一英里杂草之称 喜欢阳光的闪蜀雄会从地面开始生长 沿着树干攀爬最后包围整棵树 被残绿的树林无法进行光河作用 最后枯威尔斯原生植物生态棋地受保育的树林路旁 都被绿癌覆盖 研究的方向 也打电话访谈专专业人士 希望能够获得更多关于小花曼泽兰的知识 这种植物呢因为生长得太快 它常常会爬到树顶上 把植物的阳光把它抢走了 把植物的空气抢走了 造成植物忽死掉 所以它是头号的植物杀手 头号的第一道战犯就是了 了解相关知识后 我们开始研究到底有什么 防止小花曼泽兰继续蔓延的好方法 目前全台湾约有五万公顷的小花曼泽兰 一平方公尺的面积可以产生十几万颗种子 不仅可有性繁殖 也可以利用不定根座无性繁殖 散播速度及危害的程度是很可怕的 这是小花曼泽兰的 现在目前小花曼泽兰防治的方法 大概就是用人工去把它拔除 或者是用刀去砍它 把它那个藤蔓整个砍断 然后比较有效的方法是说 如果自己家裡面的樹或者是農田有一個東西的話 你要順著它的藤蔓 先在你可以達到的地方 例如說你的頭頂的地方 把那個藤蔓都先給扯斷 扯斷了以後 掛在樹上的就會枯死 然後你等它枯死以後 你再用手把它拉下來 然後你砍斷了藤蔓之後呢 它底下的根 它底下會有一個塊根 那個根還蠻大的 那個根就要把它挖起來 這樣才是最完整的方法 我們開始思考 如何把小花曼澤蘭的缺點變成優點 我們發揮創意做成再生子 做成飼料尾基壓制 在校園中的混合物 萃取職業做成分散 並在學校附近社區分散 看看是否真能使小花曼澤蘭的生長 在寒假五天四夜的研習中 我們透過實地踏查 體驗大自然的生態之美 於是在開學後 我們拿出行動 發揮永續生活的概念 把小花曼澤蘭的浪漫 放進蠟燭中 做成了美麗的精油蠟燭 小花曼澤蘭到處漫漫 就像來這裡一樣 造成了很多人 低海拔的山坡底 就是平地和山接觸的地方 這個地方會特別特別多 你可以把這個知識訊息 告訴說你的叔叔佛林 他家有種田 他家有果園的 你可以講 這個東西很嚴重 所以我們要注意到 要隨手把它消滅 不要給它蔓延 如果大家有注意到這邊的話 應該台灣的低海拔 青稜地的山坡底 就會得到很好的照顧 就會造成很大很多的順路 大量的失望 非常的可惜 這個生態 以及我們整個林業的侵蝕 我想已經是非常嚴重 所以我們一定要虔誠 農委會應該成立很虔誠的 共同防治手續是有必要的 我們也向縣長展示了 我們新手製作的再生紙 我們也來跟農委會 請他們研究看看 看你們這種做法 看能不能把小花慢車燃收起來以後 然後來做紫薑的原料 那能不能這樣 那是最好的 充分利用 有精神應復還有藍燒的會議 對 藍燒的會議 對 藍燒的會議 大自然的美景 生態自然間的偏橫 只要我們 鼓勵用心 敵愛來出發 快喜一花一草一木 尊重每一個生命 我們就能時時刻刻享受大自然的美麗 把這永遠的幸福傳遞下去 對 藍燒的會議 人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